南投竹山镇消防署训练中心 一男脱续行为在天一桩 今天中午12点多 有两名一男在吃午餐前大打出手 还拿椅子狂摔相当的火爆 虽然萧训中心表示 当下立刻派人阻止也没有人员受伤 但是萧训中心在先前已经有人打架 跳抖音舞等离谱事件被po上网 这回恐怕又再度重创形象 好几名一男爆发激烈冲突 有了动脚踹人 有了拿起椅子就摔怒气 冲天一旁人员吓傻 赶紧跳出来劝架 还有人一把架住蓝色背心男子 场面火爆 心虚也没有多久 然后他们很年轻 然后就冲动 然后就动手 令人压抑的事上演全武皇地点 是南投竹山镇消防中心 5号中午12点多 一名一男状况不好 跟其他学员发生冲突 打得不可开交 影片抛完后有人说 一男拳脚杯又开打了 因为消防中心一男闹事 已经不是第一次 四月中旬就有一男 因为剥交事项闹不合当众开打 另外登上新闻版面的 还有这一段 有人身穿制服 大跳抖音舞曲 脱续行为一件接一件 精神状况不佳的一男 我们也送一了 相关的涉案人员 包含打架起哄的 这些一男会依规定陈储 那送成功力 接受辅导教育 通常会调试人 绝大多数都是那种 很多个不服管教的人 全部结结在一起 其实之前也曾爆出 有一男抽烟 烟地狂塞 厕所洗手台 小便斗及水槽 这一回又因为打架冲突 三度登上新闻版面 记得真正书 转弹都报道